今天给大家唠唠观音瓶啊 五元妹啊 当年在online充值500元宝就能获得啊 这太良心了 然后20年直接首杀出了一个活动 充500块送观音瓶 online上面500元宝是5块钱 你这边好家伙直接就翻了100倍 很强 可能再过个七八年 这观音瓶要充5万才能送了 这五家上涨的太快了 我说实话 这个充500元宝送个小观妹子 真的挺吸引人的 就怎么感觉都不亏 不像现在 现在给两起充点米 心里怎么感觉都不太舒服 对 当然啊 观音瓶这个武将本身还是蛮酷的 他是当年位数不多 可以打多点智商的武将 老板观音瓶一技能血技 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被直接和谐成血恨了 出来结果限因瓶 你可以弃制一张红色牌 并对你攻击范围内的制度X名角色 各造成一点伤害 X为你以损失的体力值 且至少为1 然后这些角色各摸一张牌 可以看到这个技能有一个条件是攻击范围内 那攻击范围内这就很吃武器了 没有武器 我说实话 观音瓶不一定有点位发挥的稳定 不过上限肯定是比点位要高很多的 然后就是虎啸 伪青龙眼缘刀啊 这个技能天头技吧算是 主要是配合三技能觉醒用的 打三点及三点以上伤害 然后增加一点体力上限 回一滴血 失去虎啸 整体来说老板观音瓶肯定是跟不上环境的一个武将 先不说三血脆皮的事儿 你就说这个收益他也不是说很高 觉醒之后也不太能够逆转局势 不过偶尔选出来大大爆发 还是可以的 之后online就给他加强了 那这个加强之后的观音瓶 真不是和你嘻嘻哈哈的 非常有激情的一个武将啊 首先这个血恨就摆脱了距离限制 别管咋样 我就能拿张红牌让你强制性的掉一滴血 那这残局收人头就非常的爽 保证了观音瓶这个武将的下限 更何况我还能配合铁锁 打一波暴击 玩一波骚骚坐 这上限就非常高了 虎啸也不弱 对一名角色造成一点火焰伤害 对其使用牌就没有次数限制了 这配合血恨激活就非常方便 很灵活 不再是一个天头剂了 然后觉醒剂 也是因为千两个技能都加强了 那自然我觉醒的就快了 因为觉醒条件没有变 然后觉醒之后还能白嫖一个青龙眼缘刀 这就很虚服 总的来说啊 这个观音瓶啊 蛮适合当个输出忠诚的 很快就能打开局面 对 当然也不知道为啥 手杀一直不给他加强啊 很奇怪 OK这只观音瓶 从五元倍到五百块 这就体现了三宫山官方 这么一个浮躁的心态 对 这炙热的鲜血 父亲 你可感觉得到 大仇未报 还不能放弃 我感受到了 父亲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